北韓领导人金正恩在昨天首度对拜登政府表态 对美国将做好对话和对决的准备 金正恩是在17号的劳动党会议上面做出这样的指示 尽管金正恩的措辞是要和美国做好对话和对决的准备 但是媒体偏向正面的解读 毕竟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 金正恩首度释放愿意对话的讯息 外界分析北韩正面临饥荒 金正恩有必要改善和美国的关系 以便获得国际社会的援助 而美国新任北韩特使金城 本周也将会首度的访问南韩 未来拜登和金正恩是不是会开启对话的可能性 外界也相当的关注 日韩积极的推动疫苗的施打 打第一剂疫苗的人数各突破了2000万以及1400万人 日本扩大了施打的对象 现在只要是18岁以上都可以接种 南韩则是宣布从7月开始就能混打AZ以及辉瑞疫苗了 根据了WHO的统计 印度变种病毒已经在80个国家蔓延 而且感染力是特别的强 英国最近确诊数飙升 调查发现了其中有9成是来自于印度变种 另外有一项的研究也结果显示 对付印度变种病毒必须要打完两剂疫苗才有效 光是打一剂AZ疫苗几乎是没有什么效果 印度疫情在4月份大爆发 一般认为和数以百万计的印度教徒参加宗教盛世大胡节有关 当地官员宣称会为来访者做筛检 但是数据显示参与大胡节的民众成为超级传播者 现在查出当时受聘筛检的私人实验是造假 有超过10万份的筛检报告都是未造的 其中许多受检者的个资像是电话号码 还有地址都相同 有关单位已经下令调查 而印度变种病毒现在在多国蔓延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印度变种病毒已经在全球超过80个国家发现 并且传染力相当高 以英国为例17号单日确诊1万1000多 是近四个月以来的最新高 而在所有的新增确诊个案中 印度变种已经成为主流 另外以年龄层分析 大部分的感染者是还没有接种疫苗的年轻人 以及儿童 显示疫苗保护有效 不过英国的一项调查发现 针对印度的变种病毒 不同疫苗有不同的保护力 像BNT两剂打完有96% AZ两剂则是60% 但是如果只有一剂的话 那么BNT掉到32% 而AZ几乎是没有什么效果 因此对付印度的变种病毒 必须要完整接种两剂疫苗才有效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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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